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天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沉造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 政府,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事一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真真正正深入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還有建議我們每個人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以做些甚麼令到問題真正能夠解決 好了,我們今晚的題目 可以說都醞釀了一段時間 有一次我在的士那裡突然間聽到 原來香港有一間開辦護士的學校 最後被發現那間學校的畢業心 那個課程是香港護士學院不承認的 我聽到始終掛車裡面的時間很短 他也訪問當時那間學校的學生 當然,其實最重要就是整個學校的運作 那個學校的透明度是怎樣的 他就訪問那個學生 到底你知不知道那間學校 你就讀那間學校 是未被政府所謂認可的 起碼護士認可的 學生都說其實他都知道的 他也知道學校是不斷努力爭取的 也知道當然有可能到他畢業的時候 他所讀的課程都可能是未被承認 可能都是做不到他想做的事情 好了,這件事發展 即是無意中被我聽到 其實可能因此而大家又再帶出 這個副學線這個問題 我看傳媒的資料大家都看到 前一陣子幾年前 我們都記得有些副學士的學校的教授 都出來抗議 說政府其實一點都沒有資助他們 原本可能是有些經濟上的資助 結果都沒有出現到 就出來開記者指導會 但現在看回我們現時的資料 其實發現雖然有很多人開辦的學校 就企圖培訓一些副學士學位的課程 但原來那個需求量都不是那麼多 原來有很多空缺存在 差不多在2005年的時候 差不多有成八千的空置學位 即是說有這個學位的課程在 但讀的人是不夠 到06年是大大增加到4412年 其實有很多人讀過副學士學位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 我畢業之後就繼續讀一個學士學位 但在那個銜接方面 好像是做得不夠 我不知道他們不夠的意思是否 政府不幫他 其實我也不知道政府怎麼幫他 即是要看現時的所謂學位的大學 是怎樣跟他們銜接 因為始終那個副學士學位 其實在外國是很多的 我們在外國是叫做社區學院 community college 但當然他扮演角色其實是很廣泛的 他們所提供的課程 很多時候是比較專業化些 或者有技術性的需要 譬如好像消防 或者警務人員的培訓 跟我們香港所知道的 所扮演的副學士學位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學術性的學科 除了我剛才所講的護士學院 他們都希望進一步升大學 好了 真正正正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可以想一想 今晚除了王岸然和李永康之外 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是 范伊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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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伊隆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范伊隆 自己介紹自己 你是一個 在網上的自身 很有名的人 不算有名 希望我會來抓范伊隆 在網上抱了一段時間 在網台上 在網上都出現了一段時間的人 好 開賣都很久的歷史 是嗎 一定比我更久 是王岸然 大血了 這件事 好了 那大家怎樣看呢 這個情況 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裏 其實我首先想打一件事出來 是 我是在加拿大讀過書 在澳洲讀過書 有一個字眼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在香港人的字眼 叫成形 學位成形 全世界都沒有 他也有一個教育部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人的成形 因為 是很古怪的 因為 一個人的學術 的地位 怎可以由另一個人去承認 是不可能的 但他機構那個 不是 是 我講美國 如果講美國的 加拿大讀 他叫做 什麼叫做 不是承認 沒有人敢出來 我是什麼機構 我現在不承認 你的學位 沒有人敢說出來 因為這樣 是實死的 那間學校機構 可能有一個猛人出來 你憑什麼不承認 我 你 那個學位 隨便會拿那個人出來 我都問你讀什麼學位 你不承認我 你出來告訴我 你讀什麼學位 你拿什麼成績 你有什麼學術貢獻 都不用 我當你沒有 我就跟你出來 比一下 你還要給哪科 你馬上寫在那裡 沒有 沒有承認你的學術 那 accredited的大學 有這件事 有 我告訴你 全香港的法國 沒有人認識這件事 as credited 是為什麼 例如美國 有一間大學 他 開一間大學 一定 無論 多好 多富有 或多窮 都好 他的大學 一定有個mission 即是說我開一間大學 為什麼 是 我的學生 要請什麼學生 我要教什麼 請什麼先生 我將來我哥 我的大學 是 是 為社會 做什麼 我開什麼 課程 我 不如 所有人 如果要拿我的學位 Degree 要有什麼 經過的 考試 或者做 Dissertation 是 很長的 寫出來 那個requirements 好了 然後 美國 分六區 他就會有一群人 有個 Vord 是的 regional 他就會來 看著你這些 如果你做了這麼多 事情之後 他就說 叫做 as credited 你這間學院 是做到這些 跟你的學術地位 毫無關係 你的學術在哪裡 拿來的 江湖地位 你關於畢業生 猛人 就行了 很簡單 教你那群lector 或者教你那群professor 是那個學術的橋橋來的 沒有人敢不承認 誰敢承認 芝加大學 Milton Friedman 我還不太承認 你的經濟學術地位 沒有人敢這樣說 暫時Milton Friedman 他畢業的地方 是一個 所謂 認可的 機構 學員 需要你認可 其實有這件事 有 accredited 有這件事 承認你的學術地位 沒有人 承認你的機構 符合到 他們所講的要求 應該這樣說 審核了你的學術機構 符合你所講的 有關的要求 要求 這個所謂的requirement 通常看你學校有多少書籍 大學裏面有多少教員 有多少有PhD 其實是比較Ratial 看你學生和教員的比率 其實是有這回事 有這回事 但現在所有人很古怪 沒有人敢承認你的學術 不承認你的學術 香港夠膽 那你不用說出來 現在是這麼做 現在是一個學術評審局 我想問問這班所謂的學術評審局 是有什麼資格 有什麼學術地位 在學術界有什麼貢獻 說不承認某一間大學 很明顯 香港 我告訴你 我認識這班人 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 我不承認你的學術 沒有一個人敢 但是 如果他有那個會議 他都敢說不承認 他躲在那個會議後 也敢說你 你什麼不承認 站出來 沒關係 我就是李永康 我隨時歡迎你跟我鬥英文 我英文是畢業 隨時你學術評審 任何一個人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給英文 你不喜歡給英文 給別人 沒有問題 我任何人都知道 沒有人敢跟我給的 很明顯 有些情況之下 承不承認是有分別 最簡單是公務員 我想公務員請人的時候 他有個起身點 例如現在副學士學位 他起身點是十三點 月薪是一萬七千九百元 是很高的 高於市價的成兩倍多 我們納稅人通常是用兩倍的市價請公務員 即是很明顯 他們是有一個選擇的範圍 例如我們這樣的起身點 如果你是這些學校畢業 他就會給你 某程度上承認這些學校 如果你不是這些學校 他可能不給你這個起身點 給你低一點 某程度上公務員的機構 很明顯是有這樣的分歧 我相信擾迷就很爭辯 你自己學了多少 你不讀書也不要緊 我一向有一種講法 公開講給你聽 如果你是真是很聰明的人 其實你讀不讀大學也無所謂 如果你是普通中資的智慧 有你無你 就先拿一個專業的學位 因為這個世界是會願保護專業人才 即是有一班機構 這個制度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很爽的 你有你沒有你 就拿一張紗紙 因為我們的社會是玩這個遊戲 玩這個所謂學術遊戲 但有沒有用呢 我當然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但事實是這樣 我們活在這個制度的社會 其實我經常都去我 那些年輕的朋友 那些子女 如果你自己認為很聰明 你當然無所謂 你一點都不用讀都不要緊 我看到很多成功例子 Villgate 那些都是中途走路的那些 那我自己在 我記得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那我的英國成家學校 是一個實驗來的 Experimental College 即是我們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實驗 其中我記得當時 這個講70年代 我們曾經就說 其實我在美國做過一個研究 那他的研究就說 在Liberal Arts College 通財式的大學裡面 那些學生裡面 那些中途退學的人 那個IQ是高過 是繼續讀書 讀下去拿到學位的人 那些人 那其實我也很覺得 其實真的是 這個是一個遊戲制度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真是厲害的 你當然不用採這些多東西 但是你是一般的 唉 抱著它 這個社會是不公道的 這個制度是在玩這個遊戲的 所以就有這個爭議 要富學士學位 那為什麼要爭呢 希望富學士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 現在就是MVN護士 就是讀護士系的學生 是的 其實如果在美國來計 你在哪裡 讀護士是不要緊的 因為就算B院 也有他的護士學校 訓練自己的護士 是的 關鍵就是 如果你想 就是 做一個護士 你可以做護士的工 但是你不是那個護士 就是你不是那個護士 就是你不是那個護士 就是你不能用護士 Nurse的title 除非你 你不是RN 經過那個考試 就是還沒有註冊護士 就是玩這個遊戲 但是現在這個 這麼混帳的博士 是 好奇不承認 不承認 我都算 是 現在你不讓人考試 他現在怎樣 他現在不讓人考試 他現在不讓人考試 即他連考試機會都沒有 是 我告訴你 因為我很清楚 香港的護士 是怎樣做的 是 香港護士的畢業士 RN 好 EN 那些題目很貴 錢 哦 即是他一定會考到 如果 有會上你讀的 一定是考得到的 上課的時候 還要做Mock Test 除非你就蠢 連背的答案都不行 我不要說 哈哈 為什麼要這樣做 保護我自己的學生的利益 賺食的機會 我就知道 你不是我的機構 不是我的系統 你就不要插藥過來 我這裡賺食 就是這麼簡單 保護主義 你整個學術 學歷 大家講的都是保護主義 我年輕時去教主問 美國的大學 升官等全部都不承認 就算是基層隔離 他們都只能做教育 做中五畢業 就是不承認 政府就是不承認 接下來一些大的機構 但是這樣 其實是私人的地方 那時候大學院 這段有美國的學者 台灣學者 根本也不承認 別人的PhD 他們都不承認 問你一句,你已經打了,我那間大學,我那間大學,Ottawa University,你憑什麼不承認我,我都不明白,你讀那間大學有沒有出過太空人,我那間大學出了五個太空人,做總統,做總統有沒有這麼歸 他不承認保護主義只是在政府裏面,公務員不聘請你,但你私人機構從來都不能不承認,美知行當然是去美國大學人,他歧視你英國畢業,英國藝術,沒得說的,其實政府的保護主義承不承認在公務員的全序系統和NGO,他給錢那些,他就捏住你,你連大學都不行,大學,因為大學很現實的,你學者,得鬼閒,一定要請英國大學的學者,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拿回護士的案件,這個所謂的Nursing Board,這班極少數的人,加起來不過一百個,我們現在是缺緊護士的,如果我和各位有病,去醫院,真的不夠護士服你,我真的要護士的,現在有護士,我不知道這班護士學生的成績是多少的, 或者考得出來很好呢,或者他根本可能比你港大、中大、浸大訓練這班人出來呢 那他怎知道呢,中學的考試就知道,但我告訴你,一考試,不要說我批死他,你那班港大分分鐘會輸 我不是說,那你考試是鬥考試,那通常是戰意濃厚的那些考試比較好,那他們一定戰意高,是吧 不奇怪,那他就不保護主義,很難看的嘛 他現在是平審,他又不肯平審,他有很多politics的 這樣也好,他現在搞得不錯,那個politics都玩得不錯,這班學校,科技專業學院 那他這班副學士學院,其實他玩得不錯,他在立法會上吵 可能這班學生就沒事的,但就說,這班學生給你,以後就不要開這個cours了 就不肯再評核他們了,他說不肯平審而已,那沒事的,其實 你說,你怎麼訓練出來的,有個高級護士帶他在醫院停留了多少個小時,上過多少cours,認識多少東西 那大家看,我又教過這個人,我又給過這樣的訓練他,那為什麼不做到護士呢 我看回傳媒這方面的報道,他們當時在立法會爭取他們的地位的時候 初初都挺好的,但最後被人駁斥,會員都是這樣的,很危險的 你未達到這個所謂專業的水平,就亂承認他,那他跟著就開始跌落下風 其實整個問題,你可以看到的,這個現象是很普遍的,我們永遠都是做一些框框的 這個框框到底是不是真的實在的框框,是真的有意思,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永遠這個框框之下,你就可以玩很多政治 剛才李永康原來他們是不敢將考試公開的,其實香港醫生的問題也是一樣的 他們不敢的,你有本事,哪間大學畢業都好,不論香港大學,中大學 大家畢業之後,一樣要公開考試的,即是在加拿大石岡神經科學院裡面 我們畢業之後,我們要考個公開試的,我同班同學裡面,我知道有些是考不到的 我記得我有一個同學,他是一個大陸的西伊利,來到之後就連續讀足,讀完四年 還想一年級,再讀五年,結果他很有苦心的,一號讀下去,想一班再讀 跟著要考試,但他考不到,結果他也做不到 這個是我們會計都是一定要考公開試為準的,現在就是考他香港會計師公會 指定那個進修課程叫做QP,現在是最新的 就算是說你不理你大學好,學院好,雙科學校也好,那你最多是大學 因為是免具六張Paper這樣,是吧? 這個現在是舊制,即是你比較辛苦的考慮那六張 現在就是QP,QP,即是你進去修讀QP,門檻其實變相都挺高 又說要大學畢業,又說指明了幾間大學,如果你不是大學 例如副學士這樣,就不可以直接進去 讀都不讓你讀,是吧? 是啊,你不讓你讀 剛才阿黃兒說的那一隻,就是在99年之前,就是在走英國那一隻 終然之,你誰掛水來,我給你register,給你去挑戰 你挑戰贏了那麼多張Paper,我就給你 如果你的學術的資歷是比較高一點,即是學歷高一點,degrees 那你就不用打那麼多張,就是這樣 那現在比以前還差? 現在比以前更難入 即是你說我想來讀你的program都不行 因為你本身沒有所謂認可的大學畢業的學歷 就連你進去讀那個科學 副學士也有會計讀的 副學士好像他要一路再讀其他東西 即是要繞個大圈,再讀很多科,又要考很多史 考完那堆了,即是銜接到那個課程才讓他去考 但是繞個圈是很大很辛苦的 而且副學士這樣出來之後,你讀這些銜接課程 那個時間你要做事的 一般人根本就已經沒有時間精神 甚至金錢去支持到繞這個大圈 最後就只有一個吉 好了,這個在會計行業,即是那個 那條路就是趕走的人不讓人入行 全部行業都想做這樣 沒錯,這個在社會學裏面 我告訴你,遲早有一天就是這樣 喂,護士都這麼重要,吃東西都很重要 一會兒吃東西吃死你這樣 煮東西都不好 那廚師,營養學又沒有讀過 那廚師就要做個 course 要考個 degree才行 不然不准做 非法就危險了 對呀,媽媽都不在家住 非法你們的耳朵怎麼辦 你沒有牌,就不要非法 你能看到我們的社會 有什麼危險 剃鬚就更危險 你不可以剃一條頸 你們所有人都不准剃鬚 不准拿這麼利的刀 這是手術刀,可以做手術的 這是醫療儀器 一定要在指定的剃鬚店裡剃鬚 每人剃鬚就收一百元左右 不要笑 不要笑 正在走的了 正在走的了 我告訴你 如果在日本 教Aerobic跳舞 你猜一下 要考幾個牌 四個牌 你想想 現在我們在香港走的 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世界的趨勢 這就是所謂的 Professionalism 我記得 Professionalism Profession 李其明 當時我記得 在大學讀社會學課程裡 我們也有研究 Professionalism通常是怎樣出現的 做一個Profession 有幾個特色的 第一 把你的框框整高 讓入行的人越來越難 把你的教育 一路伸長 加長 譬如在醫學院的專科裡 譬如以前做麻醉師 很簡單 Technician 譬如你做護士 一路學一路做 結果就不行了 你現在要成為一個專業醫生 然後再讀四年的專科 才可以做到麻醉師 其實護士 我們早年的護士 其實很多是學的 大家一路學徒制 因為其實護士的工作 其實要落手落腳 但我們將護士的專業 一路一路提升 結果很多大學畢業的護士出現 你看到 他們那班人是不做護士的工作 他們不會幫你鋪床 照顧病人 扶出扶入 他做什麼呢 就是派藥片那個 真真正正做護士 就是那班學生仔 part time 沒有專業訓練的人 就搶他們來做 你是醫術高明 都很少幫助我們各大公立醫院 現在派藥不是護士 護士是赤藥 派藥是由一班阿嬸來做 不要說阿嬸叫做健康服務助理 健康護理員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趨勢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 活在一個叫做professionalism 這個這樣的時代 什麼都用專業專業 當然他怎麼可以將這些事 變職 怎麼搞出來 就會要保護你的消費者 保護大眾 水平要高 妖迷會大眾有受害 其實從來沒有任何的資料 證實到現在這個情況 比以前更加好 反而你看到很多這些 怪現象就出現了 說多一點 我告訴你 現在坐著聖波那一班 這樣的委員 有很多是得中學畢業的 他們今天就 grandfather course 他們竟然敢不承認人家副學士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 嗯 嗯 嗯 夠老 可能 好了 我們休息幾分鐘 我們繼續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希望歡迎你打電話下來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132-1134 電話號碼2134-1134 我們也有ICQ號碼 439-457-240 我們ICQ號碼是439-457-249 好了 我們休息幾分鐘繼續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我們回來繼續討論今晚所講的問題 其實所謂副學士的出路 其實我們剛才提及 其實真正正副後有很多問題 我剛才所講 在我們的社會學裏面的定義 所謂專業的定義 除了他把教育入門的框框弄得很高 令到很多人難以進去 美國也看到 大部分這些專業的人員 多數都是一個中省階級 或者中上階級的人 如果做醫生那些 我差不多認識所有醫生 他的子女都僅有一個兩個做醫生 律師都是這樣的 還有一樣是把教育一直拉長 變成有些人 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的人 做不到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會製造很多這些所謂的術語 就是專業的術語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他就加一些拉丁文 希臘文 搞到你就聽不明白 因為他怎麼可以令到你 控制你呢 不一定是令到你無知 那你就要靠他 其實所謂的專業的特質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時的所謂的 遠代的社會 就一直一直演變 其實曾經何時 我們是我們專業的 就是控制我們的社會 就是我們是個教廷 就是教廷的那些clergy 你都控制我們 慢慢的演導 我們今時今日 是一個professionalism 來控制我們 你看到我們很多的社會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都可以從這個 所謂的專家專業的人士 所做的事 是製造這個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香港 近好大行動 香港出路 經常都這樣說 其實很多問題 經常都解決不了 因為我們根本 看不出問題的核心在哪裏 但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依賴這些所謂的專家 就是專業的問題 醫療 我昨晚在互動電視那裏 談起一個 關於劣質的中成藥 在市面的問題 其中有一位 是以前的立法局醫院 我都強調指出一件事 因為我跟他一談 知道他對醫療方面的認識 真的很好似 很少 很多時候 在立法局 遇到這些有關醫療的問題 他就所謂的 依賴一些所謂的專家 當然 在香港立法局 很多醫生 就算立法局 那個人本身不是醫生 他家裡一定是有醫生成員 所以我們一看到 他們所制出的方案 定出的條例 其實最終最終 你分析一下 真真正正的利益 是這些所謂專家的方面 好了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香港出路 我們一定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了解 如果我們仍然是 用這個舊的思維 所有問題 就依賴這些所謂專家去做 這些所謂行內人 所謂專業人士 那這些問題 可以說真的來說 是一定不會解決的 因為這班人 會將問題 本末倒置 顛倒是非 結果最終最終的問題 只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現在的慣用手法都是這樣的 我們要保護大眾 然後保護無資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要訂立很多 這些條例 政府要很多監管制度 很多東西要註冊 一般人 大部分香港人 以為很棒的 很好的 他們完全看不到 這種卑鄙的手段 的陰謀 最終最終 令到香港 一般人 完全喪失自己 照顧自己的能力 一味盲目 依賴這些專家 結果 社會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經常都很強調 如果我們一看穿這一點 我們一開始 就不要被這些專家 介入這些問題 我們就有機會 很快就看出這個問題的根源 從而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案 好了 我們剛才都 討論過表面的現象 我亦都在某程度上 都指出那個根源在哪處 我們經常說 我們怎樣解決呢 或者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想到的 有什麼解決方法 王岸妍可不可以 副學士 我今天寫了一篇文 發表了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每個人都想做學士 不是副學士 給個位子升上去 但是只有九百個 明年有千多個 每八個有一個 有一個 已經不少了 每八個 即有七個不是 即是大學生裏面 他應該有三萬人 即是副學士學生 這麼多 是的 三萬人 這樣 我當他是兩年制 起碼有萬五人 每年 副學士畢業 幾年下來 其實那裡有六七萬人 最少 等近升大學的人 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因為你也知道 增加了千幾個 現在的大學是 我們大學生 不知道一年是 二十幾萬的 一個大學生說要七十幾萬成本 你叫大學去收他們 大學就說你收一個 政府就要給我二十五萬 沒那麼多錢給他 其實就是沒得解決的 他現在就做些樣子 即是說當解決了 即是怎樣 你兩人根本是沒得可夾的 你如果是個學生 你是想要一個學位 政府或者大學 根本一看 我們沒可能提供一個學位 給你讀第二年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自己考個學位 考個學位 不是1948 已經開始有 external degree system 是 那為什麼呢 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 其實是一個公平 一個公開的觀念 背後 當然倫敦大學 那時候都是很珍貴的東西 現在都很珍貴 他不可能每個人都給你教育 但是他有個制度 就是公開給你考 他的校內的學位 是 那他怎樣呢 那些科目全部是可以公開給人考的 是 那你就知道 那他題目的水準是怎樣 就是跟校內 那些professor出的 是 跟校內學生一樣 那考試的standard呢 那校內學生 考到什麼standard 那些教授改了一張卷 你一齊改賣了 給你拍攝費 他多改幾張卷 那他的原則 他的標準跟一樣 嗯 那校外的那些 有沒有什麼支持呢 沒有的 就是 你可能 那些教授 秘魯就去開補修校 被Decture 是 他是有些guide line 基本上是很詳細 寫了一本booknet出來 你看什麼書 當然有人 很公道 就是有些 懂得選書看 那 就在英國 其實都有很多courage 是做這些生意的 就是 搞些補習班 那幫些學生 準備去考 這個Degrees 那變得 進不了大學那些 就去讀一下這些 然後就報名考了 報名有多少錢呢 到去年為止 不用一千磅 九百九十九 那一千磅 即是費用 考試 考整個學位的事 一年而已 一年 那你接班 港幣多萬多元 1萬5元 1萬5元 現在是 prove 卓士 開到1萬5元 要多少錢 全部都會克末 都給了錢 都要1億5千萬 Soft 或者那個善掌人翁 全香港的年輕人不要哭了,給錢去考試,你考到就行了 考到就行了,其實這就是解決方法禮,現在倫敦大學有多少個學位可以讓你考呢 所有文科的,包括法律,都會考得的,醫生可能不考得,因為他要實驗 逢是不需要實驗的,其實是可以的,哲學,歷史,地理,經濟,會計,社會學,法律,你數一數都有的 法律是一個專業的,不是,法律不是專業,法律是知識而已 律師是人專業,會計都是知識而已,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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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會計師是人專業,很是個學位是專業的,但是你普通知識是人人人也要接觸得 對,對,對,那為什麼你不讓人考呢,他說他一向讓你考,我幫我考 其實醫療都可以,那即是你再考的時候,你就再有其他一些 沒錯,你可能有個審辰讓人實習就行了,對,對 那你一样可以 你试想一公开了 那就全部开心 那你附学试你自己读 又要找人补习 你自己考不到自己的心 那别人考一年考一年的试 你又要用两年三年 但是最少可以给你八年 最多八年 就是整个四年的后位 三年你最快三年 最快三年 到第八年我想还可以 比你多一年半 起码可以考三次 你考到有心 你不用说了 有历史以来 八六年时间有无数日 考到伦大的校外学位 的试是很成功地考到的 包括在夏 1989年考到伦大的法律学 我去到英国是没有人敢不承认我 当然没有人敢不承认我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人敢不承认我 没有人敢不承认我 那我回来 也没有人敢不承认我 请我教书没问题 教了十年 所以说 我说所有科学士 根本解决问题很简单 就是去报名 当然之后是很复杂的 很多东西的 没有信心 没有时间 有些年轻人 可能十个里面有两个考到 其他那些 依然是失败 但是这个是你自己的事 不是世道对你不公平 有人考到制度公开 现在不公平就是制度不公开 你不升学 有什么资助的大学位 不给你 你就没得考 没得读 他们就说 不是的 第一步就是你自己去考 第二步 大家团结起来 争取政府 麻烦你开课 大学里面 现在的学位考试 你开课 你最多是三个考试费 你的教师 暑假 实际 赚点 改了几张卷 你都不过 改多一倍 全香港的年轻人 一起来考 都是多一倍 学生而已 一倍两倍 卷 不是很辛苦的事 是开不开放 这个是重要的 好了 如果你刚才提出 其实伦敦大学 百多年来都有这样的 公开考试制度 那在护士学院他们有没有呢 譬如如果有的话 那那帮 现在的 伦敦不会 英国的 伦敦公开的考试制度 公开的考试制度 就不会不让他们考 是吧 这个是培养人才 不止伦敦 我们中国 几千个考试制度 好了 走到这一路之后 香港暂时都不敢不承认 伦敦的校外课程 那个护士 那个过程 那 那 国内 你考试 我都不必在香港做 去英国做 那不是 香港护士的人工 是高于英国很多 香港医生的人工 是高于英国三四倍的 英国加拿大 如果你做那些私家 现在全世界都欠护士 是 厌护士 不是 因为现在医疗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医生 那些人病 那些人病 不要护士的医生 去读护士的护士 护士 责任轻很多 责任轻很多 赚到钱 而且不需要 这个情况 我未认识过 真的有人这样做 那 那 在 现在最近 美国的经济的发展 所谓现在的就业 增加很多 其实大部分 是来自医疗方面 因为事实上 那些人的病 是越来越多 那当然 我们就认为 人口老化 那当然 老人家 就不一定要病 只不过你不照顾 一般人不用老 你也有病 那所以 是最新的 就是 最多 就是整个美国经济的 所谓那个 新增的职位 其实大部分 在那个医疗方面 Health Care 医疗方面 那好了 那现在香港 就是这 这 这班学生 那其实我觉得 他们应该 就是看一下 除了英国伦敦 校外科学 或者 医生 香港那班 没问题 这80个是 没问题 已经解决了 一吵了之后 现在说 给他博分 就是给他试考 或者给他读 读 那些 已经解决了 一吵 搞定 但就不准这间 什么专业学校 再开 下班 回事 OK 没问题 他们是没问题 好了 如果 现在学校继续 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试一下 可不可以 在外国 比如 好像澳洲 澳洲很多大学 现在 没有人敢去读的了 是吧 你明知道 保护主义 你读完 你现在去 那不如去澳洲 美国赌 有钱的话 没有钱的 他在澳洲 美国来香港开的 现在其实很多 很多 学校在香港 同一个 Space 同一间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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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很多 其实很多人 是读这些 的 其实是没问题 一向存在 这个市场 很多人 你见他商界 你可能知道 我会觉得 大学 原来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大学 减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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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是来 在香港教学 不过他 你知 他时不时来一来 我认识很多 有些人 是用这个方法的 例如澳洲的RMIT 全世界去 RMIT 很厉害 告诉他 很厉害 RMIT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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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他是 他曾经在香港企图 扮过脊骨神经 医学的课程 当然 在脊骨神经 医学的课程 都反对 教澳洲的 媒计的课程 因为其实 至于 Anglo Sessions 他们扮教育 他们根本 就不一定要 你班学生 要在我那间 大学上堂 因为他们 班的Degree 就是 学位的 可以在他大学 读 可以在外面 考进来 你可以 就算 一个课程 没有读 都不重要 你给Dissertation 当然 Dissertation 要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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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同内教育 就不应该 像香港那样 搞法 香港搞法 是搞配給 是 全世界搞教育 都不是配給 全世界搞教育 以前是很厉害的 以前 做会计的 是考什么 倫敦商会 LCC 会计文憑 我也考过 我考不到 我不喜欢 会计 初级文憑 中级 HIGH account HIGH account 可以做 account 可以签写 那些 好像不行 但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他外面 以前 在会计行签 我认受性 LCC HIGH 真的可以随时 一路做上去 就是Manager 就是Accountant 你可以说 但是现在 每个都拿着 ACCA 或者其他外国会的资历 我觉得 那时候还有很多事 考 LCC 我也考过FOR LAW 可以自由去考 是 是 很多 Business I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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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公司秘书 叫做另一个范畴 如果是会计范畴 其实现在香港 如果你不是要执业 不是要practice 的话 现在很多人在会计行中 他们拿着Qualification 都不是香港拿回来的 不是说香港会计司公会 那个membership 他们没有拿着 很多人都可以拿着 例如澳洲那个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加拿大 英联邦 AIA 有 英国 英国 或者拿美国 AICPA 拿着其他世界的大会 正如你刚才所说 好像比香港大学好 你香港会计司公会 以前都承认了世界上的大会 只要你在那些大会 你拿到一个fullmembership 你一回来香港 我就直接认你是我的fullmembers 透过那个程序 是 因为以前香港会计司公会 before 999年之前 是没有他的考核制度的 他要不就借ACCA那套卷去考人 要不就 你们那些小孩自己出去考完 跟着你拿着外面的membership 回来 我就认你 那现在呢 现在呢 如果你拿着外国的membership 回来 他只可以认你一个 类似是 International Affiliate 的会席 即是二等公民 如果你要拿香港会计司公会 那个fullmembership 要不就是 你读他的QP 就是 Colifying Program 那他用什么借口去走这条路 即是 一向都可以 不是他会员 他又不可以先做会计司 如果根据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Ordinance 你就不可以 Discord 你自己是一个会计司 如果你不是拿着 那个 即是他的membership 他的资历 我比医生 对啊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说 我是会计司 我开了名字 你都抓不到我 我年年还在给你二千多元 哈哈哈 但是老实说 在香港 你知道香港会计从业园很多 擁有外国会计司之力的人 而凭借这个外国会计司之力 去在香港从业的人 即是在一个会计行头 继续做事找食的人 是很多 因为一向只是这条路去的 是啊 因为你香港 不管你的会计司公 或者你有关官方机构 都不认我 是 我其他 我其他不认 好像Big Four那些都认的 去到Big Four 所有的partners 都是那些quality的 是啊 即是他们自己会知道 是啊 例如我在美国考了个partners 我进来Big Four 你要人的 你需要给我做个junior都可以 做了几年之后 你给我做个senior都可以 即是做个卡 那些卡 你都会给我 至少外地的人去看 而且在外面考得快 那些会计司之力 那些人真的都不頑 那些人是 你可以看到 其实 就是 香港特区政府 在 2000年 那时候 就说 希望在十年里面 2000年到现在 2008年 希望 为六成的高中学生 提供大专的教育 有些人说 这些是等于教育界的八万五 其实我反对这些所谓的指标 是 为什么呢 我说个很简单 例如一班 四十人去考试 我可以够胆告诉你 如果 你这班人 根本是 不合格的 我不介意给四十个F 但是 如果这班全部都是A 我不介意给四十个A 但现在不是的 我认识 有些人在大学里面做的 他不可以的 Great Distribution 是的 你不可以的 虽然我也做过 太多人不行 太少人不行 但我告诉你 但美国 很多教授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大学里面 任意什么 没有人可以的 谁受A 都可以的 是啊 不是 那就是学术自主 是啊 是啊 谁受A 我反正真的是A 那行 是啊 那个是不是叫做 Absolute Marking 好像爱哥哥叫做 你真的要到这样的分 我就给你一个Great 我就不是说 拉Curve 好像跑场马仔 一定有个第一 一定有个包尾 总而言之 水涨船高 不是 那些什么 雖然知道 我一个指定分数 那些分我给你 所以还有一个 香港人有很多错觉 以为外国读书很容易 我告诉你 我那年读澳洲Marketing 是 我不记得 五十五十 还是六十个人 即是第一年进去 是 不赌业的 三十多个左右 多少个人开始 六十多个左右 最少四成不见了 是啊 从来都不是容易 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 那他就是 他在澳洲有一个 那他就是 他在澳洲有一个 自由竞争 自由竞争 真是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香港 香港 香港大学 我的朋友形容 中文大学也是 是 入得去 你想肥也难 是 医学院尤其是 难入 但你想肥也很难 所以很危险 有些人说 很危险 学生里面 大部分 收那么多精英 最高成绩那些 那些人自己会 摧毁入浴 但是有时候可能是 那也是的 有时候你不适合你读的 你个人没什么心机读的 很多人留下班 继续来 但是 我曾经所说 在加拿大的浙角神经科 作为医生 你一定 你不是学校不业就可以了 你要公开试去考 你不行就没有了 不知考两次 你没有了 你不可以再做了 你所读的四年时间 完全毁了 这个就是 我经常觉得 现在我们经常玩数字游戏 要六成的学生 如果可以这样说 在台湾 已经去到八成了 还有我告诉你 你凭什么数据 凭什么定理 凭什么计划 告诉我 六成这个数目就是对的 没人答得到我 他不是六成五吗 六十一可以吗 他主要是 看外面 美国好像是这么多 美国差不多 但其实台湾已经不止了 其实最多大学生的地方 应该是菲律宾 最多 那怎么办 台湾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 开夜校 很多夜校 然后呢 他就聘请一些 教授 当然那些正教授 不去教 但他聘请多些 兼职 就一两次开 而且可以 无限量生产 其实是对的 其实真的对的 全部人都读过大学 有什么问题呢 需要六成呢 你喜欢就读 到时候你说 你大学不值钱 不值钱 不需要一定值钱 你当是人权的 根本就不需要 你值不值钱 你不喜欢就不要读 这个追求教育 根本是人权 人权 你这样的角度看 一百个百分比 是没问题的 当然不要的 我不喜欢读 可以不可以 那就自由了 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 你只要有能力 我就要给个学位给你 你没有能力 我不要再说 但你看到 譬如在台湾的趋势 其实是一种 贩卖学位的机构 很多这些 所谓的私立学校 质素可能很差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行这些 你不要担心这件事 问题就是这样 到时就会知道 社会很聪明 这个世界用钱玩的东西 就会很均衬 到时就会知道 哪些可以 哪些不可以 哪些是 但很多人很可憐 他给社会的制度 然后用学位的制度 他们盲目去追求 这些学位 其实这些学位 可能是完全没有价值 起码 学到东西的机会 可能是没有价值 其实也不是不知道 你说那些中学生 其实知不知道 八家大学怎么排位 每个都尿如指掌 入去哪家读哪家 其实他们自己知道 是的 但大家知道 在台湾 很多大学的质素 是很差的 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 报纸有一个报纸 一个新闻 就说 不知道那些中学生 考到什么分 应该是差不多 肥老的分 只要有大学收 那怎么办 有一种说法 大学没什么意思 大学位没什么价值 当然 我们很多时候的价值 你看看 香港报纸有说 一个 一个 现时的学位 毕业生 平均的收入 是一万二千元 副学时 就是八千五百元 愚科 毕业生 是七千元 那就是 过去就常是这样 你读了大学 你一生的收入 会多多少 那其实追求 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背后的动机 在这里 还有一个 这个真的错 大学 从来 university 我说university 大学 从来 不是一间职业训练所 扮大学的目的 是培养学者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去读大学 你不要予发达 你和发达 没有什么缘分 要去读大学 曾几何时 是 今时今日的大学 都是成一个企业 做了一位大学教授 和学校 很多生意 讨论 发明一些东西 和学校 分装 其实我觉得 早期的教育 其实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 为社会 制造社会 需要的人才 而社会 是需要不同 类型的人才 不是只是学术的人才 为何我们教育失败的原因 就是 我们没有了解到 最终目的 我们是要 训练不同的人 我们不只是 训练所谓的学者 而我们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 和研究发现 在中学的过程里面 大概是 有30%的学生 是一个可以玩 这个学术的游戏 大部分 百分之七十 根本是 起码在那个年龄 是未喜欢玩 是未懂得玩的 那就是说 我们的教育 整个教育 就是全部 走这个学术的路线 还有我们 早期的教育 就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看美国的早期教育 有很多类型的 比如 所谓 就是 Seven Sisters 那些学校 Sophomer Reid 这些学校 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 训练将来的要症 太太 那就是My Fair Lady 目的就是这样 训练很多学校 训练农科 农业 有些是机械 有些是 大家是很分类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 社会 是需要这件事的 但是现在的教育 失败原因 就是全部就是 学术这条路 而我们的社会不是只需要学术的人 如果我们将整个百分之一百的资源的人 就玩学术的游戏 而我们社会是完全不需要这些 那么多这两个学术的人的时候 那便出现这个问题 那便浪费我们的资源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育方面 过去都提出过很多的建议 我觉得其实我们教育 是四个的方向就会解决了 第一自家教育合法化 因为我要将我们教育的意识 就不要丢给所谓这些学院 因为学院是玩这些学院游戏 是制造自己的职业的 整个的专业就是走这条路 所以真正的教育是可以的 所以我一定要自家教育合法化 不是说预期很多家庭 就会自己教育十分之一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意识上 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教育 是我们自己家自己做出来的 就不是在外面学校做出来的 第二我用学卷制 因为学卷制可以将整个教育的动力 是可以私有化 还有会有diversify的可能性 我喜欢这一类的教育 我们这个教育对我的身份是适合的 我就会走这条路 如果我一个学校 我会供应这类的教育的时候 有一个market在这里 所以用那个学卷制 就可以将我们的教育 是可以多元化的 第三大学里面我觉得应该二入难出 因为始终如果你将大学的学位 变成一个没什么价值的 读完了出去这一题 连最基本英文都写不到的 这个是跟我们一般人的期望 早期我们为什么说大学生会有这样的价值 是完全是玩完了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学应该二入 但难出 在欧洲走这条路的 欧洲你去大学的人都可以进入的 但你不业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你未ready 这个游戏还是在玩学术游戏 有些人玩不到的 那就不要玩了 因为这个社会真的不是教学术的人才行的 第四我觉得我们教育的经济 是应该是高贷款 就不应该去津贴的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香港说四分之一的政府 开始用在教育那里 是完全浪费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教育到一个学生 如果他连将来的赚钱 即我们经济的社会 连赚钱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教育是彻底失败的 因为我们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我们整个游戏 就玩学术的游戏 而我们的社会不是需要学者 我们的社会是需要多方面的人才 其实我们过去一直都有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假来假去就得了 刚才我们看到 就是说专业的问题 最后我们用到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说过 他说所有专业都是阴谋地对付群衆的 All professional conspire against the people 好了时间差不多 还有一个东西 我要加多一点 因为美国是做得很成功的 教育不是一段 一个人不是一段时间 而是一生日 没错 譬如你读一个学士学位 我可以分几个人生几个阶段去读 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 例如他可能读了头两年 做了Sobo Morse 他去了打仗的 好 打完仗回来 读完美后读完其他两年 读完美后读了头三年 他有个人生 譬如他结婚生儿子 十年之后才又再进入大学 继续读完 即是读书人权 读书是一个 读书是一个人权 读书是一个人权 当然 我不同意 你说要贷款 法国曾经暴动 就是不准学校收钱 所以就发觉 发觉搞成什么 法国是先进国家 他有成功的地方 靠移民来帮他做低下工作 你看到背后的例子 不是的 法国大学成功了 任何人 你去法国就可以去读书 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这样去做 有津贴 是呀 津贴 还帮你照顾小孩 如果你可以这样做 不不不不 我帮你照顾小孩 有火食津贴 我有很多同学 都是在法国上 我觉得是不要紧要的 但我觉得不应该直接付钱 我觉得你一生里面你有足够的时间 不用要 然后将你的财富 一直积积积积积到几亿 你去死的时候 你就要还给别人 你在你的一生路程里面 你用多少又要给别人 所以才是公道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 我们政府就会用很多钱 这笔钱就是 기본钱 纳税人要给的 纳税人 那钱的人家庭没人赚赚 不是啊 不是啊 你的不是一定要限制他自己赚赚赚赚 不是啊 金額的父母可以給他嗎? 當然現在也是這樣 那已經不是公平社會了 你弄得這麼貴,窮的人就自己捱一輩子 一百萬,捱足十萬萬 你不會有很貴 如果你的學術活動是公開化 剛才說倫敦大學學校外課收都可以 就不會很貴 沒理由幾萬元都找不到 如果我們是整體去開放 這個問題就全部解決了 我們不用經常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副學學校外課 因為我們不夠錢 為什麼不夠錢呢? 因為我用這個方法 其實很多人是躲在大學那裡 不想出來做事 根本不需要錢什麼 你需要這麼多制度就要貴 他說現在給他一間校舍 但你自己銀錢 那些學生給錢起了校舍 要不要站在靚校舍 靚校舍和學生沒有關係 還有現在很多的公開課程 全部都是電腦 要用我們的科技 其實很多可以做到 我覺得其實我剛才想想的 那四條路可以解決 因為其實真正正地學習是一身學習的 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討論 好,拜拜!